随着大换购车的到来 不要叫着的国标车 成为了大众的新头号 今天要给大家看的就是 可人电动G300国标车 买电子一般都会选择锂电 锂电池中呢 安全系数高的就是 零酸甜锂电池 可人G300就是用的这样的电池 那48伏24安的高配版本 则是选用的 林德时代锂电 锂电龙头 安全系数更高 看它整车的外观 速件的包裹程度 比简易款要品质高 那而且颜值也要 胜出许多 它的前大灯采用的是 LED圆形大灯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夜间的照明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无论是照射广角 还是照射距离 都还足够使用 细节部分做工也很不错 它的按键布局 与之前给大家看的 可人电模G500类似 不过它的按键改了 是独立开模的 我觉得可人这个品牌 对用户的态度和诚意 还挺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看仪表 它是圆形的夜间仪表 显示车辆的基本信息 在阳光下也能显示清晰 还有新国标 B带的脚踏 这个是硬性规定的 厂家也没办法 不过可人G300 它在你骑行的时候 脚踏里面带有阻力 是不会随着链条的转动 而打到脚踝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往前骑行 它是不会转动的 这个也是为用户 解决了一些 很实际的问题 在动力方面 G300搭载的是 400瓦的高效电机 虽然新国标的时速 被限制在了255米每时 但是它在等红绿灯的 加速性上 一点都不出电膜 0-25加速仅需4-5秒 而且它有前叠下的配置 也不用担心 紧急情况会刹不住 它的电池部分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是采用磷酸铁锂电池 它的高费版本是48V 24A的 续航是80公里 而且稳定性 比其他电池要好 特别是现在马上到夏天 大家一定要注意 锂电池的安全性 这个G300的后座电处呢 如果说你有小孩 要接送的话 就选择这样有座电的 如果说不需要带人 可以选择尾箱版 大家都知道 新国高电动车的 空间是有限的 那如果说你选择了 这个尾箱版的话 就可以当做 那个座桶来使用 可以放一些随身物品 充电器等等 不过这个高配版本 续航当近有80公里 那充电器也不用 随身随身 看到吗 还烫到 Ron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